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终于到了台中了 这个就是台中的机场 卫生现在去租车 我就在门口拍摄 这个就是台中机场的一部份 这间就是我们的租车公司 这间就是我们租车公司 我们正在查看 好 行车途中 我们现在就来到西罗的服务区 可能就是西罗泰桥那里了 进去喝杯东西 坐下 休息一下 是呀 那边就是西罗泰桥了 我稍后会去看看有没有景色 我稍后都去 feelings 哎 到达目的地了 坐了三個多小時 這是泥漿溫泉 你看溫泉水很濃 有些泥粉 今天來這裡吃茶壺雞 門面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泥漿溫泉 它真的用茶壺來煮雞 這就是它的賣點 茶壺雞 這就是我們的車 有一台客人已經離開了 現在只剩下我們 這邊就是茶壺煮雞 小妹幫我們撕了雞 我手機拍個聲給你 好啊 你拍吧 這是茶壺雞 這就是豆腐來的 梅子豆腐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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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幫我們撕了雞子 變成這樣的樣子 哈哈 這個就是公衆 啊 這個就是公衆 啊 溫泉 有按摩池來的 前面是紅色的那個好像是紅酒 好啊 啊 後面那個就是泥漿的 灰色的 三杯雞 半隻 三百八十元 我們吃整隻五米 這些野菜 一缺菜 來的 好 好 終於來到台中 很有名的東山棧 昂江雞 很多人的 人山人海 他們用那些柴來燒 昂江雞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用來燒雞的昂 我們吃醃 第一道雞油 拌飯 嘩 牠子都頗虛憾 坐滿了 這個就是酒樓的另外一間 嘩,好虛幸 東山宅 這個就是空光雞了 這個就是雞汁苦瓜 這個是牛菜 這個就是排骨筍煲 這個叫衛生撕雞 你看它全神貫注 逐筆逐筆來撕 好辣啊當然 兩夫妻夾手夾腳 幫我們撕雞 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 好熱的,剛剛在空光燒出來的 戴了手套的 衛生現在帶我們來去買菇 去白菇莊買菇 看看 有幾多人買東西 我老婆還在挑選 我老婆還在挑選 全部都是菇雷 今天的晚飯呢 就是在開了六十年的滲園出那裡吃 這條就是購物街 總之如果你想要買什麼台灣特產都可以在這裡買 很多車 這條街很特別 很多人在排隊買雪糕吃 你猜它賣什麼呢 不是賣書啊 是賣餅啊 再吃了 再吃一口 吃的 如果一口 一口 很多人吃的 顏色 看到嗎? 這間餅店來的 對面是排隊賣雪糕 那間餅店 雪糕屋 好了,沒有光顧,走了 Bye 這個就是 原先的大廈 原先那裡 原先的大廈 爽 不是,衛生園 衛生園 好,衛生園 好,衛生園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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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餅店 790元 1萬 53 寶島 行館 就是這樣 簡簡單單 一張大廈 今早來 看看這座大廈 就看到 完整 一點 以前是 台中市 衛生廳 現在 再保育 再起床 大廈 哇,這個就是 台中 火車站 好餓 人來人往 一會 到處 都 高樓大廈 這是 整個 台中車站 这个就是火车站的大堂,哇,那两条柱很舊啊 这里有个卡卡,是全部关于铁路的,这个好像有鱼的花,火车大堂那三条柱,台湾的绵羊仔,拍满了在街上,这个可能是台湾的新火车站, 台中的,我们今次的活动是行街市,你看看,人来人往啊,好热闹啊这里,电单车站,电单车走, 这个可能是新火车站,就是在旧火车站旁边的,这个猪肉松的做法, 我们在台中住的就是宝岛53hotel,交车之前要入满了油,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入满油, 好,终于来回台中机场了,我们坐两点四十五分机,今天四天的行程就到此为止了, 台中的机场很小,是有一二三四五的登机口, 洛河2� successor安主岁路撤叶 AlisonMing Twitch 各位满意,多谢谢各位选择环与一家的服务, 乘坐港龄航空公司的班机 ,